太陵是雍正的陵墓,是建筑最早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一座地陵 太陵一直被认为是被盗掘过的一个墓地 并且有传出雍正尸身并没有头颅 取而代之的是一尊存金打造的金头 1980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太陵地宫进行清理发掘 不过沿着道洞口挖掘了两米之后,发现下面是原封土 那就意味着太陵没有被盗过 这下考古工作人员担心了,立刻叫停了工程,上报了上级 后经上级的研究之后,此墓地停止挖掘,保持原样 这么一来,问题来了 当年摸金教位是出于什么原因停止了盗墓 而那流传出来的金头是真的吗 非常一案,非常云端 大家好,我是有兰达,欢迎回到非常云端 提起雍正皇帝,历史上好评不多,差评却不少 其实,雍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 他登基当上皇帝后,不寻信,不游烈,日理政的事,终年不息 在所谓康乾盛世中,雍正成上旗下,功不可磨 当然,他也不是没有做过坏事 比如,雍正大搞文字语,迫害知识分子,搞得宫廷内斗,党同法义 不过,客观地评价雍正的话,他勤政是不争的事实 他处理朝政,从早到晚,寒暑不断 雍正朝现存的汉文奏折三万五千多件,满文奏折六千多件 多是雍正亲笔猪批,从不假手于人 猪批短的两三字,长的有上千字 累积起来,雍正在不到十三年的时间里,光猪批就写了三四百万字 要知道那个年代,可没有电脑,也没有汉语拼音打字法 甚至连千笔刚笔都没有,他们还是使用毛笔写字 想到此处,我忍不住算了一下 三四百万字,那是好几部长篇小说了 且不管它是用什么输入方式 就这个数字,也是挺惊人的了 我们评价雍正的勤证,这不仅仅是他会埋头暴血 要知道他还得仔细阅读奏折,了解所奏事宜的背景 前因后果,才好批识 这样还存在阅读的成分 那是要阅读多少东西,才能出现三四百万字的批注 这么听起来,我为他的自律手动点赞 讲到这里,我忍不住跳出来小小的吐槽一下某领导人 这位领导人在上位之前,第四上一任领导人的时候 还表示对方不勤证,经常去打高尔夫球 如果他当政的话,一定要勤证爱民,不打高尔夫球 然而啪啪打脸的是,有人帮这位领导人统计过 从他上任几乎每五天就要打一次高尔夫 从他上任到现在,差不多去了两百次高尔夫球场 而可爱的吃瓜民众们,还帮他建立了一个网站 来记录他关于这一项爱好的花销 当然是我扯远了,纯纯的小吐槽对比一下 我的目的是想说,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拥有无上的权力的时候 依然能够勤政,其实真的是一件挺不简单的事情 此外,雍正还坚持每日找曹 也就是说,每天早晨他都得召集大臣开会 每天还得召见军机大臣 总之,雍正皇帝的工作量很大 天天都得加班,还没有加班费 大概就和当今的程序员有一拼吧 不知道他有没有脱发的现象 反正,公元1735年,也就是雍正十三年 雍正皇帝突然驾崩 雍正朝起居助理记载的一段,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因为除了绕嘴,我不好念 主要是你们听起来也费劲 我翻译一下,大概意思就是 雍正十三年8月21日,雍正还正常办公 当天晚上,突然就病了 不到12点就挂了 22号,各路大臣商议处理事宜 23号,宣读了他的遗嘱 因为雍正王朝起居住 这里面对于雍正的死因说的是不清不楚 自然引起了大家的惨疑 这一来,雍正死因之谜 一直阴谋论到了今天 关于这些阴谋论,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咱们从最野的传说列举 有传说,雍正是为民间侠女吕四娘说啥 吕四娘是清代著名学者吕刘良的孙女 前面讲过,雍正皇帝干过一件缺姓尔的事,就是文字语 而这件事起因,就是吕刘良的言论 吕四娘作为吕刘良的后人,他亲手杀了雍正,为吕家报了仇 这一段后面我们会着重讲一下细节 除了吕四娘这种野路子的说法 还有一种阴谋论的说法 因为雍正上位在历史上是九子夺狄的兴风血雨 这里面兄弟之间的迫害残杀也是被世人所知 雍正死后,有人说是因为雍正迫害自己的兄弟 所以被袁阿格门所续养的武林人士给杀了 正所谓四处数敌,政敌实在太多了 被暗杀这件事从古至今也只有发生 这样似乎也说得通 这上面两种是暗杀说法 不过还有人认为雍正皇帝的死 是死于他自己对长生不老的迷信 因为雍正笃信道教 相信服用丹药可以长生不老 长期服丹药造成重金属中毒而死 这种服侍长生不老丹药的习惯 八成是从秦始皇那个年代开始养成的一块习惯 好像历代君王都有养个道士在家练丹的喜好 当然随着医学越来越先进 更多现代人认为雍正皇帝是死于中风或者心梗 或是因为雍正皇帝工作实在太玩命了 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 结果闹了一个过老死 这种说法站在我从网络上了解医学知识的年代 似乎是最靠谱的解读 反正我就听过勤奋的网络卖家过老死之类的传说 想必雍正和网络卖家的勤奋比较接近吧 那么上面我列举了这么多的死法 究竟哪个说法更靠谱呢 我们先看一下雍正驾崩前的情况 当时军机大臣张廷玉每日照常觐见皇帝 一天也不间断 他说八月二十日雍正感觉有点不舒服 但游听证如常 二十二日晚上九点多 张廷玉本已脱衣上床睡觉了 突然有人吞吞吞的敲门 张廷玉开门一看 原来是宫里的太监 宣张廷玉火速到圆明园 张廷玉知道一定有急事 不然皇帝不可能这么晚召见他 于是匆匆忙忙赶到圆明园去见雍正 结果到了圆明园 他才发现 白天还好好的雍正 到了晚上 竟然已经上级大见 快不行了 御医们进进出出 在不停的奔忙 子夜时分 哀讯传出 御医回天无力 雍正驾崩了 太监们找到了船位于 弘历的遗诏 鄂尔泰捧着遗诏 急忙从圆明园赶往紫禁城 去安排乾隆登基和雍正的后事 由于当时半夜三更 一时找不到马 鄂尔泰只好骑了头 运煤的骡子奔回去 鄂尔泰回到紫禁城之后 忙了整整七天七夜 然后才回到家 回家之后 他家里人发现他的裤子 都被血浸透了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 大姨妈血崩了呢 原来那天晚上 鄂尔泰奇的那头绿驴 把屁股都给颠破了 鲜血直流 当时在宫中忙得 连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如此看来 雍正死的是真突然 不然不会如此手忙脚乱 如果按照上面这些判断 雍正死因的确很像是过劳死 或者中风脑梗之类的 但是如果驾崩的原因 是中风一类的疾病 似乎也没有必要隐藏 完全可以如实记载 既然一切记载中 都没有中风 或者鸡劳成鸡等叙述 那中风 或者过劳死的可能性 并不大 这么一来 如果服用丹药中毒 因有碍圣德 刻意隐藏 这种说法 似乎更靠谱一些 雍正驾崩后 刚刚继位的乾隆皇帝 突然下预旨 将炼丹道士 张太虚等一干人等 立即驱逐中宫 说他们是市井无赖之徒 最好造谣出事 并警告他们 如果敢泄露 宫廷中的任何事情 就地正法 至于宫中的那些炼丹炉 炼丹药之类的 也都全部轻运出宫 乾隆皇帝的这一举措 让人怀疑 雍正是不是服用了某种丹药 而导致中毒身亡 但是反过来看 如果真的是 这些道士的丹药 毒死了雍正 乾隆怎么能 轻而易举的放过他们呢 如果丹药中毒 仅从这些蛛丝马迹来判断 似乎立的也不是特别稳 关于李四娘刺杀雍正的说法 咱们前面稍微讲了一下 虽然我个人认为 这一段太影视剧 但是学界太陡胡适 却认为这个说法 绝非空虚来风 再加上网上有一些 关于雍正墓地盗墓说法 传说雍正的尸身没有头 头颅的部分 是一尊金头来代替 前面说过 李四娘是吕刘良的孙女 那么吕刘良是什么人呢 吕刘良是浙江崇德人 他生于明末崇真年间 自幼聪慧过人 博学多才 入侵后无心仕途 闭门读书 修心养性 学问上堪称大家 吕刘良对满清心存不满 他著书立传 传播其华谊之变的思想 其著作广为流传 门生弟子满天下 吕刘良有九个儿子 长子吕宝忠 康熙四十五年榜演 也就是电视全国第二 也是个牛人 但是刚刚中了举人的第二年 就克死京中 吕四娘是吕宝忠的女儿 吕宝忠死后 他妻子临世万念俱灰 带着刚刚出世不久的女儿吕四娘 由京城回到崇德 又过了几年 万世顿路空门 在一座僻静的尼古湾中 消化为泥 而吕四娘就随母亲 在寺中长大 就这样 吕四娘长到十几岁的时候 有一天 吕府的老婆人吕德来到了尼古湾 老婆人一见到临世 就急不可待的禀报 大少奶奶 事情不好了 吕府已被官府查抄 老爷也被绝了目 我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特寻来通报您 赶快带着小姐逃命吧 这是怎么说的呢 好不让人做尼姑呢 这又出什么事了呢 原来 获起一位湖南秀才 曾静 这个曾静 偶尔认识了吕刘良的两个弟子 读了吕刘良的一些遗作之后 产生了反清复明的思想 曾静认为 手握重兵的川山总督 岳中齐是岳飞的后代 如果小以大义 定会恍然醒悟 举兵反戈 复明大业渴望实现 于是 曾静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封劝导信 派弟子张希送去西安 不料 岳中齐不但没有接受曾静的建议 反而立即逮捕了张希 严刑拷问 逼他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岳中齐上奏朝廷 雍正皇帝震怒 命令湖南巡抚 追捕曾静 抓捕曾静后 经过审讯 曾静供认 他看了吕刘良写的书 接受其华夷之变的论述 才产生了反清复明的思想 之后 雍正皇帝采取了一个 匪夷所思的处理方式 他亲自动手 便撰了一部四十三万字的书 叫做大义绝迷路 辩驳吕刘良的华夷之变的观点 再次佩服雍正的写字功底 如果他不做皇帝 真的可以考虑当个作家 然后雍正放了曾静和张希 让他们献身说法 宣称大义绝迷路里面的观点 批驳吕刘良的华夷之变观点 故事到了这里 本人想鄙视一下 曾静和张希这两个人 从文的从来玩不过从政的 没人鄙视你 毕竟文人高洁 政客才喜欢尔虞我诈 但你们一介文人 信仰都可以拿出来随便改 我表示 我本人迪斯尼拉一万次 好吧 回到我们的故事中来 雍正这边抄了吕家 当时吕刘良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了 他的九个儿子 有七个都去世了 所以雍正将吕刘良还活着的两个儿子 斩了一绝 十六岁以上的孙子沙童 十六岁以下的孙子 和十六岁以上的从孙 也要冲军 吕刘良虽然死去多年 也惨遭绝目开关 便打尸骨的惩罚 其实到了这里 在我看来 吕刘良冲起也就是思想罪 曾靖张希才是行动造反罪 但是思想罪却株连九族 反之要造反的却无罪释放 这个我也不想判断了 毕竟独裁者有权就是任性 历史历来如此 谁当了领导 不使用一下手工的权力不难受吗 当然 后来 乾隆继位后 把曾靖张希临迟猝死 那是后话 在说临世 听了吕德的描述 主仆三人一起逃亡 逃到了黄山隐居 在黄山遇到了江湖大侠 甘凤池 为了报仇雪恨 吕四娘拜甘凤池为师 学习武功 吕四娘每天天不亮就起身 练习拳脚 演习剑术 练习暗器 她勤奋刻苦 又不幸极高 几年时间 就尽得甘凤池的真传 雍正十三年中秋节 吕四娘来到北京 看到皇宫禁位森严 一时无从下手 于是就住在了城外的庙殷庵 等待着行刺的机会 直到农历 8月22日 她成功潜入城内 杀了雍正 并取其手机 成功暗杀之后 吕四娘回到了庙殷庵中 摆下了相爱灵牌 用雍正皇帝血淋淋的人头 祭拜了吕氏一门冤魂 而宫廷内 则刻意隐瞒了雍正 被刺杀身亡的真相 给雍正皇帝的无头尸体 安了一个黄金打造的头 然后下葬到西林 上面这个吕四娘 刺杀雍正的故事 听起来 是不是非常古装片的机制感 不过 虽然这样的影视剧桥段 有点显粗躁 不过 信其者还是很多 民国时期的一个摩金校尉 对这个传说 就是深信不疑 摩金校尉 是古代 对盗墓人的一个别称 据说 之所以有这个别称 是因为三国时期 草策的军队 设有摩金校尉的职务 负责通过盗墓筹集军项 要知道摩金校尉 最喜欢的就是黄金 因为黄金最好变现 如果倒出一个官窑的粉彩瓷瓶 如何嚣脏 拿到潘家园 要么当宴品 撒瓜了枣就卖了 要么一插来源 就得锒铛入狱 黄金则不一样了 哪怕价值连城的金皇冠 也能在家化成小块黄金 卖到金店 摩金校尉 相信雍正的头颅是黄金的 盗墓的积极性一定很高涨 所以大家也相信 雍正的墓地太陵 肯定是被一高人胆大的人盗个了 1980年 国家文物局准备开挖雍正的太陵 4月开始动工 仅仅发了一两天 就发现倒洞没了 木林坚硬的夯土层 根本就没有洞过 于是国家文物局 紧急叫停太陵挖掘 为了不破坏古墓 雍正的太陵 直到今天都没有被开掘过 至于这些摩金校尉 为什么挖了一半就叫停 没人知道原因 而雍正遗体的头颅 究竟是黄金的 还是原装的 40年后的今天 仍然没有搞清楚 上面这种种猜测 我个人站队处死 感觉别的版本 就是一种过度解读 当然 过度解读 是现在越来越流行的一种现象 一个不小心 把自己累死掉的君王 在几百年之后 被我们过度解读成各种版本 当然 这里面也存在 各种解读后的商业价值 而我的商业价值在于 它的故事性高 我就能讲给你们听 不然我都不知道 我该讲什么了 如果你留言给我 一定告诉我 想听我讲什么 不然我还真的猜不懂 你们喜欢什么 好了 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 记住订阅点赞 留言转发 我们下期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